青天白日 朗朗乾坤 独行女孩走在大街上都能被绑架 丽莎醒来时 发现自己被关在改造部的格子间里 这里的布局像截了狗射 而丽莎的脖子上 也被套上了狗像圈 并不长的锁链限制了她的活动空间 她大声求救 却发现这里空无一人 管理员站在门口 盯着狗射的一举一动 想逃跑根本不可能 一日三餐都是狗贯套 由管理员亲自端到丽莎的面前 丽莎想趁机和管理员套套进步 可管理员放下狗碗舊子 丽莎大呼小叫吸引管理员的注意 管理员伸出一根手 直指的丽莎只说了一个字 这哪里是何恩讲话 分明是在训练 丽莎骄傲地保持着人类最后的尊严 坚决不肯吃狗罐头 第二天送餐时 管理员为了惩罚丽莎的绝食 干脆把狗碗收走 不吃就饿着好了 就这样丽莎饿了整整两天 第三天的时候 丽莎竖的耳朵时刻留意着管理员的脚步声 在饥饿面前 什么尊严都是狗屁 可是管理员似乎还在惩罚丽莎 她把狗碗放到离丽莎很远的位置 由于锁链的限制 丽莎根本够不到狗碗 无奈之下 丽莎只好伸出腿 用脚趾将狗碗拉到自己身边 迫不及待地吞咽起来 可是刚吃没两口 丽莎就听到隔壁狗舌传来男子的呼救声 是有同伴了吗 丽莎倒掉狗粮用狗碗拼命啪打枪 以此呼应男人 可很快丽莎就发现自己头晕眼花 不知道是狗粮里掺杂了安眠 还是长期未尽时导致的低血糖 丽莎晕了过去 而她的一举一动 都被躲在监视器后面的管理员 看得清清楚楚 为了惩罚她制造噪音以及浪费食物 管理员决定给她洗鸽澡 就像人类给宠物狗洗澡一样 清水从水管中直接喷到丽莎身上 丽莎大声抗抗 可又谁会在乎一只狗狗的想法 丽莎湿漉漉的回到狗舍 浑身止不住的颤抖 为了保持温度 她不得不把自己缩成一团 可即使如此 丽莎依旧不肯屈服 管理员只好采用终极管控手动 等丽莎再次睁开眼视 她已经出现在空旷的操场上 四个大喇叭机械的播放的指令 丽莎才不管这些 她要追求自由的空气 她不顾一切的向铁门跑去 然而就在她触碰到铁栅栏的那一刻 电流席卷全身 想逃出去就这么难 漂亮的女大学生 被关在狗舍已经七天了 不知道是不是出现了患者 她居然听到了人类男性的声音 她探出头去 果然在狗舍的最后一排 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男人 这是她一周以来 第一次看到活人 无有的大喜过往 此时 管理员来投背狗粮 面对丽莎和亚当的交流 她并没有阻止 但亚当却阻止丽莎吃狗粮 她认为里面有置换的药品 会让它们变得越来越顺座 可丽莎却认为 只有填饱肚子才有力气逃出去 亚当依旧不可禁虚 管理员恼羞成人 拎着电棍冲了过去 丽莎想替亚当说句话 被管理员移电棍电源过去 而亚当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 醒来时 丽莎发现自己的位置被移动 她和亚当的距离变价 在陌生而窒息的环境下 丽莎和亚当靠聊天了解彼此 为了活下去 亚当听从丽莎的建议 开始食用狗粮 狗粮里或许真的有只换的 吃完之后 丽莎居然幻想她和亚当成为情人 在移动别墅里亲亲窝窝窝 再次醒来时 丽莎的位置再次被移动 她和亚当居然成了邻居 他们之间只有一墙之隔 如此近距离的接触 令两人错不及防 不由的心跳加速小脸通红 不知为何 一直观察他们的管理员突然勃然大梦 显然她十分不喜欢丽莎和亚当过分亲戚 为了惩罚丽莎 她按下开关 丽莎脖子上的项圈发出电骨 在痛苦中 丽莎再次晕厥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亚当似乎已经完全顺座 她趴在狗舍不出声 阴神呆滞 毫无生命灵 管理员来头为狗粮事 她也是艳艳的没有反应 管理员有些不放心 警惕地靠近观察 亚当突然起身 一把夺过管理员手中的长棍 把她打入 亚当蓄谋一脚 准备在这一刻逃出生天 她从管理员身上摸出钥匙 打开脖子上的项圈 又对丽莎伸出声 那一刻的她宛如旧式的天神 然而就在亚当回头的那一刻 丽莎不满地盯着摄像头 做出一个无语的手势 一群管理员从门外走了进来 其中一个管理员把手搭在丽莎的肩上 原来丽莎才是整场计划的幕后伙子 他们是一群恶趣味的大学生 正在进行一场社会行为实验 为了沉浸式的体验实验效果 丽莎将自己当成实验对象住进狗社 没想到亚当会暴露 成为这场实验的不确定因素 短暂的休整之后 丽莎再次回到狗社 她会编造怎样的鬼话哄骗亚当 这个无辜的可怜男人 被注射了置换家 眼前的管理员在她眼中变成了无敌恐惧的魔鬼 她大声呼喚 可惜在这个封闭的实验上 她喊破了喉咙 也不会有人来救她 这是管理员的公报私仇 她是丽莎的同学 也是丽莎的爱慕者 她怎么也想不到 不过是做厂实验 丽莎居然爱上了实验对象 于是 她便用职务指引 给亚当来了一场醉生梦子 这当然是违规行为 实验的指导教授偶然寻查时 发现了男同学的后当操作 急忙将实验教语 如果让监管部门知道 他们乱用置换药可是要吃牢饭 教授给丽莎打了一阵 强行将它唤起 教授十分生气 他想从丽莎口中得知 到底是谁授权使用的置换药 丽莎作为实验的现场负责人 她必然知道真相 可谁知 丽莎居然死死掐住教授的脖子 直至她不再挣扎 丽莎根本没有读过高中 连大学录取通知书都是假的 丽莎是个聪明绝顶的疯子 一年前她对英俊的亚当意见忠情 于是她策划了这场实验 目的就是为了从精神上击垮亚当 让亚当爱上自己 如今整场实验失去控制 丽莎本想带着亚当一起逃出去 可男同学却通过监视器发向他们 男同学绝对不准许丽莎离开自己 于是她拨动开关 项圈发出电影 丽莎和亚当再次拥了过去 丽莎醒来后 男同学推着她在狗屎参观 她被眼前的画面吓呆了 她的前男友们带着项圈 足足关满一整斤狗屎 他们用不同的名字称呼丽莎 显然丽莎也不是她的真名 每换一个男朋友 她就要换一个身体 男同学是个疯子 为了证明自己对丽莎的爱 她要让所有伤害过丽莎的男人付出代价 她交给丽莎一个片子 里面有一个开关 一旦暗想 狗屎里的所有男人都会死亡 然而丽莎却有自己的骄傲 她选中自己的暗门 她宁愿死 也绝不堪委身于自己不喜欢的人 当然这只是丽莎的戒指 她才舍不得死 男同学更舍不得丽莎死 她急忙解开丽莎的项圈 失去项圈的制约丽莎 她先杀掉男同学 然后干掉实验室的其他伙伴 最后穿着染红衣裙的白色大褂 满面春风的走出实验室 而她身后 熊熊烈火正在燃烧 她会去一个没有人认识的地方 换个身份继续逍遥看见 这部电影在充满学特的基础上 添加了一个坚有残酷和虚无主义的背景 一群学生打着社会实验的幌子 把自己的黑暗点子付出实施 为了强化服从行为 直接把人当做小狗处理 观察记录倒霉 但我们也服从行为 人们在不平等的环境中 自发性地表现出统治关系 而个别人却没有放弃追求自由的念 那么问题来了 亚当去了哪里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写下答案 我们下期再见